佛陀告诉文书势力菩萨 当时的无毒鬼王就是现在的采守菩萨 婆罗门女即是地藏菩萨 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 诸佛菩萨救度众生的一些 在经典里有记录的一些故事分享 那今天我们会讲到的是 绝花定制在王如来的故事 绝花定制在王如来呢 它是记录在地藏王本愿经的第一品 在这些诸佛菩萨的经典 或者是他的一个内容里面呢 都会有人去分享到一些不可思议 比如说在命采观科上 你怎么得到诸佛菩萨的庇佑 以及解脱的方法 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 地藏王本愿经第一品里面 其中记载的一段故事 在阿森齐节以前 有一位绝花定制在王如来 注释四百千万亿阿森齐节 在绝花定制在王如来灭度以后的 相法期间 曾经有一位波罗门女 由于束缚身后 备受众人的轻仰与尊敬 这位波罗门女行住坐卧间 皆有诸天护佑 但是她的母亲却信仰外道 而且常轻慢三宝 波罗门女广说方便 劝导母亲亲受正法 攻进三宝 以建立正确之鉴 然而母亲对于正法 并没有真正产生信心 不久之后 她的母亲过世了 随即堕入无间地狱 孝顺的波罗门女 知道母亲在世的时候 不信因果 死后必当随夜流转 堕入二道 于是变卖家宅 四处广求庙乡 祈华 她为她的母亲在 绝华定志在王佛塔寺里面 大心供养 见绝华定志在王如来 向好庄严 被生敬养 心中有一念思维 佛名大觉 据一切智 如果绝华定志在王佛 仍然注视 我来请示佛陀 我的母亲往生后置何处 佛陀一定知道 波罗门女因此瞻仰 思慕如来 错气两久 这时她忽然听到 空中传来了声音 圣女别再哭泣 哀伤 我将只是你的母亲 投身之处 波罗门女向空中和掌 问道 是哪位神德能解开 我的忧郁 我失去母亲后 日夜失念 实在是苦于 无处可知母亲到底在哪里呢 此时空中的声音 再次回答 波罗门女 我正是你所占理的 绝华定志在王如来 看到你意念 母亲的心 胜过一般人 所以特别来告诉你 波罗门女听闻 如来的声音 欢喜踊跃 立刻举身 自扑于地 以至于知节皆损 昏厥过去 这个地方我们要讲到一个 就是 波罗门女是非常的孝顺的 因为她听到了这个 绝华定志在王如来 要来告诉她 她的欢喜 居然开心到 她跳了起来 而铺在地上 这个往地上一铺 她身体的知节都断掉了 但是我们要讲到 诸佛菩萨更是不可思议 因为她没有 因为因此而就死去 而是梳醒了 波罗门女梳醒之后 便向空中禀白 祈愿世尊慈敏 为我宣说母亲 投身何处 绝华定志在王如来 告诉圣女 你供养完毕 尽早返家 端身振作 思维我的名号 就能知道 你母亲所生之处 婆罗门女 顶礼如来后 就返回住所 端身振作 恭敬称年 绝华定志在 王如来的圣号 经一日一夜 婆罗门女 忽然发现自己 来到海边 海水沸腾涌跃 众多铁身恶兽 在海面上 东西竹池 成千三万男子的 女人的头 在海中出没 被这些 铁身恶兽 争相的 石弹 然后又看到 多手 多眼 多竹 多头 各个不同 身形的夜叉 口牙外露 锐利如见 他们驱赶罪人 靠近恶兽 或者直接 以利爪 插手 抓拿罪人 使他们投足相救 罪人受苦之状 百千万种 触目惊心 让人不敢久事 婆罗门女 因为一心 称念绝华 定志在 王如来的圣号 仰仗佛陀的 威神力 因而无所畏惧 这时有一位 叫无毒的鬼王 击手相迎 他对圣女说 善灾 菩萨是什么 因缘来到这里的呢 婆罗门女 又问鬼王 这是什么地方 无毒回答 此事大铁围山 西面第一重海 圣女又问 我听说地狱 就在铁围山内 这是真的吗 无毒答 确实有地狱存在 圣女问 我现在为何会来到地狱呢 无毒答 如果不是仰仗 威德神力 就是业力牵引 除了这两种因缘 一般人是无法来到地狱的 圣女又接着问 为何此处的海水沸腾翻涌 为何海中有众多罪人恶受 无毒回答 他们都是颜伏提 近日刚往生的造恶众生 时候49日 没有人为他们做功的 而他们生前又没有修复机的 种植善因 因此 依着个人的业力 招感地狱果报 自然得先度过此海 此海东方过时万有寻 又有一海 罪人所受之苦 倍增此海 比海之东又有一海 罪人所受的苦难 更是加倍 此三海皆是牲口亦三叶兆二 因招感 统称为叶海 圣女又问无毒鬼王 地狱究竟在何处 无毒回答 山海之内即是大地狱 地狱数量有百千个 各个不同 所谓大地狱总数有十八 其次有五百地狱 苦毒无量 再其次又有百千种地狱 也是苦难无量 圣女又问鬼王 我的母亲不久前命中 不知头身何处 鬼王问圣女 菩萨的母亲在世时 身口亦所造的夜行如何 圣女答 我的母亲在世时 邪知邪见 机会三宝 即便暂时相信 谁及又心生不幸 近日往生 不知头身何处 无毒问 菩萨之母是何姓氏 圣女答曰 我的父母都是婆罗门姓 父亲失落善险 母亲月地利 无毒和长告诉圣女 菩萨可以安心返回本处 无需忧愁悲念 月地利罪女 身至天界 启今已有三日 曾蒙孝顺的子女 为母亲设供修服 布施供养 绝化定制在网如来塔寺 以此功德 不但菩萨之母 得以脱离地狱苦报 其他无间地狱受罪之人 也都离苦得乐 同时超生天界 鬼王说完 合转而退 请客间 婆罗门女 犹如大梦初醒 深有体悟 于是便在绝化定 自在网如来塔向前 发大誓愿 愿我尽未来记 所有罪苦众生 广涩种种方便 令他们离苦得乐 皆得解脱 今天的故事分享到这里 这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 里面第一品的故事记载 记载着地藏王菩萨 他前世婆罗门女时 为了救母亲的一个故事 诸佛菩萨呢 不管在过去 或者是在现在呢 他都会因为一个因缘 因为一个不可思议力 而来救度众生无量的苦 或许呢 在听的朋友们 也有此经历哦 就是曾经遇过不可思议 被诸佛菩萨救助的故事 也欢迎你们呢 在这个影片的下方留言 跟大家一起分享 诸佛菩萨 曾经是怎么救过你们 或者是帮助你们 好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下次见 拜拜